我覺得他是專心騙男人的 這個風氣到底是男生先還是女生先的 告訴我 把他出來打 否則男生不用那麼辛苦 即是現在比我以前更辛苦 不要乖乖女兒 我需要我乖乖女兒 大家好,歡迎收看耳之大國際 我只需要三個,最後三名 真的佳麗了 交給你 佳麗第一號 我叫雪雪 今年十二歲,現在六年級 希望找一個疼愛的男朋友 我不可以經常外出 過家沒有人可以上來 另外如果有少少零用錢 就最好啦 我很矮 但是149cm 哦,真的很矮 矮的我 我應該比他高 你比他高4cm 八十三磅重 不介意就哪一網呢 雪雪對嗎? 雪雪 十二歲始終很難對的 但是他有些事情很奇怪 或者是不明白 我不可以經常外出 不過家裡沒有人可以上來 那為什麼家裡沒有人不外出呢? 是啊 到底他是說 他家裡沒有人可以上來 還是我家裡是沒有人可以上來的? 我聽不明白 十二歲是不是會有這樣的文法問題? 不過家裡沒有人可以上來 應該差這個答案吧 叫Patrick 叫Joe給他一個答案 叫Joe 六年級就開始叫男人上家 Capsule說 還要爭論家用 還有前途 好,下一個 女生是看到男生打了 我可以給那麼多家用 他們才寫明 如果有利用錢就好了 對,這個風氣到底是 男生先還是女生先 告訴我 把他出來打 否則男生不用那麼辛苦 現在比我以前更辛苦 第二位 佳黎 我叫文文 今年十三歲 我經常被我以前男朋友投訴我太瘦 中… 中一重… 應該不是投訴他整個人太瘦 現在這樣 中一重讀生 拍過三次拖 失戀了兩個月 我想找一個對我好的男朋友 要專欣疼我 可以有少少色色 哈哈哈哈 如果有興趣 就DM我吧 你十三歲就文文 神經病 可以有少少色色 但他沒有說過需要家用 所以很有可能選他 不關咸濕 是嗎 不用給家用 但他十三歲就拍過三次拖 會不會太多 但可能他一個星期 花錢 對,又算 OK 來,還有一個 很難選 最後一個 我叫Kelly 今年十三歲 樣子就有admin去評啦 原來有admin的 原來他們玩到 這個很適合你 我這次想找哥哥 要疼我 什麼意思呀 要疼我 不煙而走 有空陪我出去 會買小禮物給我 會好聽話好就哥哥 希望找到啦 不用錢嗎 要少禮物 沒說要錢 小禮物 你也好死的 有空陪我出去玩 如果想留下Captions 如果想試uncle 可以DM我 看一些comment 我想看他的樣子 哪個admin可以評到他的樣子 應該不是在這裡的 那區 十三歲已經試過弟弟 我真是自尋應威 九歲 無功未生小孩 終於十一了 終於十一了 哥哥是不是看韓的 我看上樓 Obba Obba 可能真的 想找張國榮 可能他連張國榮是誰都不知道 真的有可能 十三歲的Kelly 小小已經明白 女生很清楚收兵 好過家人的道理 當人人都在這裡找男朋友的時候 只有他一個人在這裡找哥哥 有空就回你玩 買東西給你 還要好聽你說 根本就是收兵 聰明的你知道 每個男人都想收回契妹 你巧妙地利用這個 法國哲學家 泰古華拉哲爾 所提出的全球化男士心理色理論 去攻破男性的弱點 你低調地要求 言語間的不屑 都已經出賣了你想收回全球男人做兵的慾望 我建議你回教會 上司以修復神父為最終目標 他這個很棒 我以為他說 我建議你回教會 可能他修心養勝一下 讓他可能可以好好長大 收回神父 留言的這個人很討厭他 我感覺到 我猜到你會選誰 我是選文文 你很可愛 因為不用給家肉 不可愛可愛 那雪雪衰什麼 雪雪衰太小了 一歲而已 他開口問名用錢 你看看這個女生在認識你之前 她跟你說 如果她有少少你用錢就好 你想想如果她熟了你幾個月 不行 那可以有少少成功身家就好 而且她家裡沒有人可以上來 有少少那些 騙消費者的句子 你明白嗎 好像買iPhone隨機附送Cousine 那到底是隨預報iPhone手機附送 還是Random附送Cousine 你不會知道 這個就是 家裡沒有人可以上來 我覺得她專心欺騙男人 每一句都 真的 十二歲 所以文文比較好 Kelly就 她也沒有說要找男朋友 Kelly也沒有說要給我 她找哥哥 我們這些真心 找哥哥 她找哥哥我已經熟熟了 然後 我看見你 在三千萬那裡留了一會 子軒是不是out了 我不會考慮子軒的 不一定經常見面 什麼好啊 十五歲就有七萬五 很欣賞 她發育完畢的時候 你翻了我頭看不到 喂 Steven 然後我就會隨著我的年紀 逐漸萎縮 她就逐漸長高 她也會偉的 但我跟她差多少年 兩年左右 哈哈 有這麼多選擇 你看 對嘛 她們出的影片這麼多 你那個文文 怎麼了 你多一多個可以有一點點色情 她是沒有說叫家用 她是說心 你看到她沒有寫家用 你就選 我當然是看誰家用最多 我就是選那個 去哪裡 哈哈哈哈 不行 阿Joe太幼稚了 限量版潮流野 可能對她來說是潮流 但我覺得是偶真的 我儲開限量版YES卡 我還覺得很潮 即是你怕她不夠潮 Patrick是不行的 不是 紫軒是不行的 Patrick當然不行 不要乖乖女 我死了 乖乖女 阿Mina這麼驕傲 什麼啊 那現在我選 現在只有Kairo和Steven 果然Kairo是留到最後 Kairo即是三千元 Steven 不行啊 最好在讀書 你也在教書 回去讀Master 三千元就是為了 用不用啊 拿我三千元去讀書 我覺得兩個都不錯 你都會選的 那我選Steven 為什麼 因為你選另外那個 你會說我 選三千元 我兩個都要拿四千元 不是啊 我最終決定選Steven 我最終明白 不是啊 那兩個原因是 因為如果你要Kairo就要三千元 你給我畫 什麼啊 我試著融入他們的世界 所以我才這樣說 我開始覺得你們這個世界 坦白 明都明唱 秀爺 很明顯看得出 我說不斷選那些 最好不用給Kairo 他是選那些 三千元家用 純粹是怕我說 所以就變成一千元家用 那如果你代入他們的立場 你當然是這麼想的 當然是這麼想的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 現在現代的青年人 是怎麼想的 就是他們看到這些 他們覺得是不是正常 對 你們是不是見開 還是你們都不停在打這些文 還有在哪裡 Facebook爆笑貼圖 那些人CAP了IG正有 有一個admin開了一個page 然後他們的發照 和發文都不可以 我不知道 我完全無法解釋 那如果真的有這樣的page 記得連結那些 因為那個人說有照片 我想看一些照片 你是不是想看Kairo 不是 我想看那個女生 最後有那個 她說admin 哦 有admin來聽 但我相信如果看樣子 我一定先看樣子 多過看錢 You should be proud OK I am 純粹就分享一下這些趣聞 實在是太有趣了 要給家用 還有沒有看到有什麼滑溪的東西 我當這些滑溪的 對我來說 很滑溪的 記得在IG inbox 我或者覺得好笑的 我就會拿出來和大家一齊恥笑一下 很可憐 還沒留言那些 你今天恥笑我們下班 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 我就是雪雪 死了 你是不是選文敏 我就是文敏 我就是文敏 對不起 立刻文敏 你收到文敏的信息 對 神經病 神經病 然後最後那個 看適合你 就是同課 好 記得訂閱我 然後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這個世界其他人看 是不是真的 個個都講金 然後再講心 好 鳳西一星期四出片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三千元 好的 下次見 同課 你